前段时间网上也是频繁流传出明星离婚 男明星人设崩塌等问题 很多网友都会嚷嚷着 这一年头谁还相信爱情啊 见怪不怪了 咱们再来看看身边的故事 什么分手的离婚的出轨的感情的破裂 早已成为家常便饭 有数据也会感到疑惑 你说为什么曾经幸福相爱的人 翻脸比翻书还快 为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 好好的情侣就开始互相伤害了呢 其实啊 这里最重要的并不是咱们该不该相信爱情 而是我们没有认清爱情的现实 总会喜欢着抱着纯粹偏激的角度去看待 如果你有这方面的烦恼 想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恋情 或者说想要维系好当前的婚姻 那么有书君今天要聊的这本书 绝对值得很多人去细细地阅读 你的爱怎么了 是一本可以促进和谐恋爱改善 夫妻关系保持美满婚姻的心灵读物 作者作为情感分析师 将自己这些年所遇到的各种真实情感案例 剖析并提供了可操作方案 每一张都是干货 能够帮助读者成为恋爱达人 婚姻中的高手 从此享受开挂的人生 接下来有书君和大家聊聊书中作者的一些观点吧 想要拥有完美的恋爱或者婚姻 咱们需要走好第一步 也是非常大的难题 那就是学会选择伴侣 如今社会上 逼婚情况越来越严重 特别是女孩子 中国传统父母简直恨不得找一个人 就把女儿嫁出去 其实这种心情啊 咱们是非常能够理解的 但书中作者给女生的建议却是 必须同逼婚斗争到底 爱情这东西很奇妙 真的是很难勉强 它可以在陌生人之间瞬间爆发 也可以在天天见面的熟人之间 一辈子都不发芽 如果真的强迫自己去接受一个人 接受一段婚姻的话 那么这段感情注定是不幸福的开始 因为那种被逼迫的委屈会挤压在心里 成为你获得幸福最致命的杀手 所以如果想要找到适合自己的爱情 首先要做的就是反抗父母的逼婚 及时调整自己对于婚姻 对于爱情的看法 感情是自己的 命却无奈 在选择伴侣上 现在女孩子们总有一个奇怪而又可怕的举动 那就是喜欢选择那种 条件差配不上自己的男生交往 因为他们天真的以为 只有高攀巴结自己的男人 才是最靠得住的 其实这种想法真的就大错特错了 在这本书的作者看来 条件不好的男人也不一定就是安全可靠 那些长相平庸 拿着父母的钱胡吃海赛 还勾三大四的男人 真是数不胜数 因为物质的短缺和生活的窘迫 更容易让一个人修养匮乏 你觉得你自己嫁入不了的优秀男友 不断为自己降低标准找条件差的 结果呢 发现最终还是hold不住 那岂不是冤枉死了 很多女孩都不太想要所谓的安全区 总觉得优秀的男人就是不安全 就容易出轨 对于这种观念 书中给的解释是 这个世界上绝对安全的感情不存在的 很多感情的变质并不属于一个人的优秀 而是他在优秀 而女在退步 差距大了空隙多了 外力的介入 才能有可怕的破坏力 除了选人之外 在考虑结婚对象时 我们一定要明白的一点就是 结婚就是认领同类家庭 对于结婚是两个家庭的结合 很多人不以为然 觉得只要我们感情好 不怕苦 挨得了 穷就没有太大问题 但请你来想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一个小康家庭的女孩子 会懂得如何跟卖菜小贩家庭相处吗 对方的粗俗 游手好闲 在这个孩子眼里都是难以接受的 未来有关于婆媳矛盾的无数个槽点 就从这里开始埋下了隐患 结婚说白了 就是认领和自己同类的家庭 你从一个家庭走出来 终究还是会建立一个 和过去类似的 你更习惯的家庭 只有这样才能过得更好 在选择好伴侣之后 我们接下来要学会的就是 维持感情 关于这一方面 作者也给出了很多关键意见 有数据呢 就简单单来说一点 对于女孩子比较关键的 那就是 能撒娇的地方 尽量不要撒婆 这几年也不知道是咋的 特别流行女汉子 很多女生不屑于去撒娇 觉得太绿茶表了 于是她们根据自己的意愿 开始变得硬邦邦 她们不擅长温柔 而是擅长各种怼 撕 作 结果呢 对方不会觉得你有道理 只会把你当成敌人去对待 成为泼妇 不应该是一个女人的最终归宿 如果她时时处处都撒泼 那么只能说明这个女人 是不被爱的 而且处在一种恶性循环中 所以很多女孩子喜欢做的真正原因 来自于自己的不自信 自信的女人享受爱情 而不自信的女人 就只会折腾爱情 最后我们需要学到的一点就是 再亲密的关系 也要有退出机制 有的人会说 哎呦淑君 咱不是聊的 怎么找到合适的爱情 怎么维护好自己的感情吗 这怎么聊着聊着 还疼得分手退出了呢 我说朋友 你就这么自信 说每个人 都能一下子遇到最适合自己的感情吗 在感情中 如果你不懂得及时止损 停止和不合适的人继续纠缠 如果没有这份狠劲和远见 你生命中最大的麻烦不是别人 就是你自己 除此之外 作者在书中还提到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那就是很多女人过得不好 那是因为她们不够坏 千百年来 男权社会为女人树立了很多的道德牌坊 大多数女人 想的都是一门心思的把自己变得很好 要什么贤良淑德 要温良谦让 却从来没有让女人学会 在男人们变成恶狼露出历齿的时候 应该如何应对 因此 这本书还写了很多 在女人遇到配偶出轨 婚姻遭到背叛时 应该及时采取的手段和措施 表面上似乎是在 叫大家变坏 但用作者的原话来解释就是 如果爱情没了 你一定要抓住面包 不要再被僵化的道德牌坊 压制自己 你对我好我可以更好 你对我坏 我自然用坏去回应你 无论你处在人生的哪个阶段 恋爱婚姻都是我们的必修课 有书君希望书友们 可以通过阅读这本书 掌握恋爱 婚姻在现实和人性当中存在的规则 从而能够获得一份属于自己的幸福人生 适合